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每天能卖出14亿的产品 额厂和局厂之所以诞生在深圳 是因为两个条件 一 税低 二 城 中 村 多 特区税收有多低呢 到2008年为止 特区内企业一律按15%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而其他地区民企所得税税率在30%左右 创业一定是缺钱的 创业者大多是穷得买不起房的 要便宜租房 靠的就是城 中 村 局厂大楼周围就是成片的 深圳本地村民自建的出租公寓楼 一区房屋一千元以内妥妥拿下 走路十来分钟就到公司了 加班到多晚都没问题 现在深圳有700多万人生活在城 中 村 接近总人口的一半 这么低的成本 地独魔都想要竞争 只能叹一句 岂敢岂敢 税收得少 房租低 可不代表着帮着创业者博学本地人 深圳特区还有个大福利 本地人可以自己盖楼 建小区 一大波本地人轻轻松松实现财务自由 举个例子 2004年有个村子同开发商签订了合同 把地卖了 其中一户拆迁补偿金有那么多 还分了一套三房两厅和十三套一居室 这下你明白了吧 为啥一说特区 大家那么兴奋 当然 现在的新特区 按当地领导的话说 要把每一村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后 再开工建设 这将会是一座智慧绿色城市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